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会以为 石安是愚昧的一群 正如于罗亚时代 每一个人都会取笑罗亚一家是傻瓜一样 事实上我们也可以反思一下 其实不仅是对于外邦人而言 石安的定命是难以咨询不能接受 甚至乎对我们而言 一开始同样也是如此难以咨询 大家可以想象 于2009年我们会认同 石安是有著全面英高的灵影教会 当中有著神迹医治 赶轨 因此云作 雪的聚会 源源不绝的诗歌 每星期永不重复的新信息等等 所以假如神让我们去相信 我们将会带在一个香港历史上 从未有过的大复兴的话 绝大部分的弟兄姐妹都会同心相信 并且也有迹可尋的情况下 甚至会理解到将会是由雪的聚会开始诞生 然而假如于2009年 神让我们去相信 我们是神所拣选 末后的新父教会 真命天子 是指持一家 担当全人类复兴使命的教会 并且为世人预备一套有关七年大灾难的启示录信息 对于很多弟兄姐妹而言 也会觉得是难以自信 因为全世界都从未有过被神如此重视到这种程度 一日没有偏差大量的教会 所以对于我们而言 完全是没有历史的往迹可尋 所以当我们反思的时候 就会明白到 其实神对我们的塑造 也不是一束而就 立时就告诉我们 我们就是真命天子 相反 神是由2009年开始 一步一步地用上九年的时间 去带领我们进到这个地步 一步一步地 调整我们的心态及观感 对于这几年间 慢慢带来一个又一个的印证 并且 这些印证 不是一些无灵两可 穿着附会 一厢情愿所以为的印证 相反 神是以众多历代历世以来的庞大建筑 地标 拉线 黄道十二宫 诗篇的经文 甚至是众多一日不偏差的事件 成为我们的印证 让我们无可推诿 深月成福 而到这一刻 甚至会传言认同我们是真命天子的身份 并且 印证 就是天意及素的印证 是一种庞大到一个阶段 不得不认同 必然是神所做的印证 然而 什么是天意及素的印证呢? 再简单一点 什么是天意呢? 其实 于中国人的传统思想当中 人满上尚希望尋找到天意 也就是希望知道上天的意志 希望知道上天所揀选的真命天子是谁 让他成为一国之君 因为上天的旨意 上天的选择必然是最好、最完美的 然而 世人却是尋找不到、见不到天意 原因 对他们而言 天意往往是隐藏的、神秘的 不能够被人知道的 并且上人不可以猜头的 因此 人们希望知道天意 但是却尋不见 所以 我们于这里所知的天意 不是由人自己估算出来 或是自己仇意自己拥有天意 而是神亲自颁布他的心意 只不过 神不是以亲自降临的方式去公布 而是以迷语、登迷的方式 就是藉着万事万物 王道十二公 这些不是由人类可以创造、改动的事物 去将神的心意显明 让人无可推诿 得知神的心意是什么 因此 简单而言 天意就是神心意的缩影 并且是神所给予人类最重要的信息 而于这几年间 神就是以这种创天造地吸数的天意 去成为石安的认证 成为2012信息的认证 因此 这个将会是让很多人接受2012信息 湧入石安教会的原因 原因 大家可以试想一下 就如摩西时代 为什么以色列人会如此相信摩西 跟他冒死出埃及呢? 所以知道 以色列人已经围牢了几百年 他们知道 假如他们认同摩西的话 就是埃及的叛党会被杀死 于他们的历史当中 从来未出现过摩西的先例 并且 当时的以色列人 自己也不是什么信心英雄 或是属灵伟人 他们运出埃及之后 就不断埋怨 亦想杀死摩西 然而 他们却是运出埃及之前 同心的相信摩西是神人 愿意跟他出埃及 原因 当时的以色列人 于摩西身上 见到了天意级数的神迹 就是一种 不是心理作用 或是有争议余地的神迹 天意级数的神迹 就是十灾 包括灭长自治灾 以及分开红海 当以色列人见到这种 吸数的神迹 他们就会明白到 是天意让他们可以离开埃及 因此 他们亦被摩西所行的天意神迹所影响 观感被改变 只不过 他们终究是一帮软弱 不信的人 于危险下 他们会顺服摩西 但是到了埃及之后 他们有固态伏盟 他们的内心 最终都是消化不到 这种天意级数的神迹 就算见到众多庞大的神迹 亦未能够被彻底的说服 改变成一帮与摩西同心 成为摩西的跟从者 相反 他们仅使见到天意级数的神迹 仍旧会推马摩西 想用石头订死摩西 因此 神就让他们全部最终死在抗野 于这一道 我们可以理解到 于以色列人是见到天意 但营救是麻冤 这就成为他们自挖坟墓的原因 但是我们应该反思一下 当我们自己见到天意的时候 我们的反应 又是否像以色列人一般呢? 我们又是否同样地 走进以色列人的错谋当中呢? 假如我们已经进到自圣所 但却营救麻冤的话 就只会被神击杀 因为当你见到天意 明明白白地知道是神亲手的作为 但是却作出了错误、不信的回应 于这几年间 搬随着2012信息所出现的各种旁大共同信息 其实就是天意级数的印证 所以当我们见到这些印证的时候 也会感到战径或是无管都会树起 就算于过往 我们听一篇有恩高的港道 也不会有这种程度的现象 不会到如此的阶段 原因 这种庞大程度 是神亲自参与的程度 例如 于踏入以色列人新年的9月 迎来了香港历史上最猛烈的台风山竹 当中 带来了众多的共同信息 包括挂风球的时间是69小时 消散的日子是农历8月8日 山竹可以写成4794等等 这些全都不可能是巧合 也更不可能是人为 而绝对是天意 是神亲自出手所安排 换句话说 神已显示天意的方式 去介入人类的历史 让人明白他的心意 这就是说 这不是一种神普遍的心意 我们知道圣经荣在住神的心意 是神的话语logos 而于我们因此运作的时候 神也会藉着我们的口 说出他的话语 也就是对某人的rima 或是感动先知去写一篇语言 这个也是rima 于当中 我们当然会尊重神的logos及rima 然而天意的级数 就是神超越这种程度的心意 是重要得以王道十二公 以拉线以神的创造去显明的心意 当中 我们更加要以敬畏的心去领受 因为 就如回眸一般 外院 圣锁就是logos及rima 而知圣锁就是天意级数 因为 当中 少有不神 连大祭司 都会被击失 因为 这个是神亲自的临到 亲自的作为 所以 对比上 神的logos及rima 人类都会还有与神讨价还价 或者是装作不知道的余地 但是到了神的天意级数 人就绝对不可以讨价还价 因为 神是会用上即时击杀级数的能力 作为回应 因此 不仅是基督徒 神父被塑造完成 圣殿的电顶石已经盖好 至圣锁将要临到 人们也将要迎接 启示录级数灾难的信息 所以 假如是至圣锁降临到地球的时候 于那个时候 还要泻足的话 正如新弱时代 阿拉里亚和撒菲拉 他们的下场 就只能够是即场死亡 所以 这个就是为什么 当福兴诞生 神父被提之后 天意会随着两个蒙依人出现 并且 任何要伤害他们的 都会被击杀 启示录十一章三至六节 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 穿着无衣 传到一千二百六十天 他们就是那两伙橄榄树 两个灯台 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 若有人想要害他们 就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 消灭受敌 凡想要害他们的都必这样被杀 这二人有权柄 在他们传到的日子 叫天闭塞不下雨 又有权柄叫水变为血 并且能随时随意用各样的灾央攻击世界 我们经常说 我们就是无衣人的师父 原因 他们也是因着 承接2012信息 而知道自己的身份 成为无衣人 并且 与我们被提之后 他们就是流下来 承计天意的一群 那时候 是人类的最后机会 因此 神是用上天意吸数的神迹和恩精 让所有人都可以用肉眼看到神的作为 让他们作出最后的选择 也就是天堂和地狱的选择 因此 于无衣人身上 他们有着天意吸数的神迹 如果有任何人要害他们 就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 消灭仇敌 并且 他们有着叫天闭塞不下雨 水变血等等的能力 神用上天意吸数的神迹 去认证他的作为 他的时间表 为的 在于短时间里 改变他们的观感 改变他们的人生观 让他们确知 现时已经是末世 他们最多只剩下最后的1260天 并且 神用上这个方法 让他们的信仰可以于短时间内提升 正如 神用上天意吸数的神迹 去说服几百万的以色列人 于短短的几天或者几星期里 改变他们的集体观感和方向 让他们跟从摩西的带领 冒死离开埃及 然而 当这种天意吸数神迹出现的时候 同时间 亦会是神对于人类的仔细考验 当中 假如出现一句蝎俗的说话 就必死无疑 因为 当没有这种吸数引证出现的时候 人们还有不信怀疑的藉口 但是当神将天意打开的时候 他们所见到的 并不是一般吸数的神迹 而是天意的时候 这样 假如他们仍然说出蝎俗的说话的时候 也就是直接挑战神 结果就是被击杀 所以 现在当我们看到 这个天意是指向我们 是印证我们 就是让我们的观感 思想 首先被改变 让我们明白天意 就是如罗亚 摩西的时代一般 神最终会用上Planet X 成为审判的工具 而我们就是神所授予 可以承计神的法则 掌控这个审判工具的一群 然而 神将各种天意吸数的印证 指向我们的同时 他们却要承担着各种未来的误会 原因 一方面 就是让我们于未知底下 凭着信心去跟随神的带领 为绝得到这个成绩的资格 而不断杀种 为七年大灾难的人去作出预备 另一方面 亦成为我们的考验 考验我们当见到天意吸数的神迹的时候 我们的反应 会否好像以色列人一般的环境 叛逆 走上他们的错谋之路 结局就是寻于抗野当中 所以 大家可以见到 于这九年间 神是用天意的方式 让全教会的弟兄姊妹 一步一步的热心、成长 让大家可以同心合作 不断的进步 原因 我们于潜意识当中 见到了神的天意 并且 用上九年的时间 慢慢地消化 应同神的带领 并且 踏上辛苦的路径 然而 对于将要来到石安教会的人而言 他们没有九年的时间去消化 他们只是有九个月 或者九个星期的时间消化 当中 消化不了的 结果只会是沉沦 然而 这个也是避免不了 因为他们很后期才来到石安 听石安的讯息 一开始的时候 他们未必接受得到 石安教会就是真命天子的位分 就算口里面说信 但是心里面都未能够全然接受 因为 我们教会也是要用上九年的时间 才能够全然跟得上 于心态上改换 所以 这就是成为了将来进到石安的信徒 以及石安大兄姐妹的分别 然而 他们的责任就是要尽快赶上 否则就会丧失被提的资格 流下来成为无医人 甚至是无医人的跟从者 参与最后的补考 正如于摩西时代 摩西不是以跟以色列人辩论的方式 去说服以色列人 神是以天意的方式 让所有以色列人去跟随摩西的带领 同样地 现在 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 神同样不会以辩论的方式 或者是学术讨论的方式 用外帮人 甚至出面教会的基督徒 去选择接受石安与否 神同样会以天意的方式 去认证我们所分享的信息 甚至是以掌控Planet X的方式 去急速地让人们的心 人们的观感改变 作出跟从神与否的选择 原因 神今次不是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离开预表世界的国度 进入神所应许的加拿美地 神今次也是最后一次 是要带领整间教会离开这个地球 被提到天国当中 神经病 神协论 神经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